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你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呢 這個批評好像很有力量 你生產率水平那麼低 人家生產率水平那麼高 那你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呢 但是現在發現趕上發達國家的人 就是這些幾個採取的政策 這在當時非常是錯誤的經濟體 然後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在經濟轉型的時候 像中國從七八年到現在四十年 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環境九點四 是人類經濟史上的體積 越南表現也不錯 還有另外一個非洲國家 七十年代初就開始叫貿易措施 他們從原來的綜觀優先發展 進口替代戰略 像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 多不時採取新自由主義 華成功共識所講的修科療法 把政府的干預扭曲 一次性的取消掉 那麼進行呢 市場化 石油化 宏觀穩定化 他們都採取了一種漸進的 雙圍的 對原來的這些國有企業 繼續給它轉型起的保護股貼 然後對新的這些比較傳統的 然後又獲得勞動力面積極的產業 允許市場准入 然後呢 政府還積極的運勢力導 你比如說開始的時候 加工基礎設施很大 電力供應不足 那為了發展這個產業 就設立工業員加工出口區 在園區裡面做啟通啟運 園區裡面保證電力供給 雖然全國的電力供給不足 也就是我們講得到 人老辦法生人生辦法 那麼這個呢 這種方式啊 在80年代 90年代 認為是最糟糕的方式 當時的認識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 那這種呢 市場跟政府雙為並準的經濟 是最糟糕的經濟 他認為呢 如果你這樣做的話 有政府肝應有區 不是有租金嗎 有租金就會有行租嗎 如果你在計劃經濟的時候 行租的行為還能得到控制 比如說在計劃經濟 你有錢不見得買到容許 你必須有票對不對 你要去買什麼東西都要有票 除了有錢之外 那麼如果呢 行租只拿到錢 有沒有拿到票啊 在那種中央子 你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啊 那既然有錢買不到東西 你是行租的記憶性就少了 可是如果你在這種 政府跟市場雙為並準的時候 那麼有市場 你有錢你就買到東西 那你不是行租的記憶性更高了嗎 然後呢 這個腐敗的現象會更普遍 然後有這種行出腐敗 造成收入分別差距不就更大了嗎 所以當時呢 認為這個雙為制是比計劃經濟還遭的制度安排 但是現在呢 轉型成功的 表現好的 都是那種在當時 採取被認為是錯誤上程的 那我們獨舞獨立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能解釋這個現象 然後導致我們國家失敗呢 還是說 我們希望國家成功啊 還是我們希望國家成功啊 然後這些呢 成功的發展動經濟體 也有共同推薦 他們一般來是市場經濟 或是轉向市場的經濟 那麼這種角度來看的話 好像 新基於主義也貴啊 市場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他們的政府 都是一些積極有為的政府 他們的政府都不是 像新基於主義所講的有限政府 他們的政府呢 好像是像結果主義那樣的 對經濟呢 都有很多干預 甚至還有一些禁區 但是呢 所以它跟結果主義好像 講話好像有道 但是它既不是結果主義 也不是新基於主義 所以在這種方法之下呢 我們講說理論的目的是什麼 解釋現象 然後呢 對這些成功的經濟體 這個現象 既不能用新基於主義來解釋 也不能夠用結果主義來解釋 如果你用新基於主義來解釋的話 那這些成功的經濟體 不應該有政府那麼多干預 如果你用結構主義來解釋的話 那這些成功的經濟體 它們不應該是市場經濟 或往市場經濟轉型 所以既不是結構主義 也不是新基於主義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按照全面的這些主義 去做政策的都失敗了 因為我們所有理論的目的是 為了改造世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反思 提出一些技能解釋 它們為什麼成功 它們為什麼失敗 並且按照將來做能成功的理論 這是新建國經濟學提出的背景 那麼世界銀行呢 是二戰以後成立的一個國際發展機 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 那麼可以講呢 這個世界銀行呢 也是現代這些各個不同時代的經濟學的主要創老者跟進行者 我前面談到呢 一般認為呢 花展經濟學的始祖 是這個羅生羅丹 然後他1943年寫的那篇文章 被認為是現代花展經濟學的開山之作 那世界銀行在1947年成立以後 第一任的這個研究部的主任 他當時沒有首席經濟學家 那麼研究部主任 實際上就是等於後來的首席經濟學家 就是羅森羅丹 然後呢 後來設立了首席經濟學家 第一任的首席經濟學家是Channel 哈佛大學的教授 到世界銀行去當首席經濟學家 那他也是結構主義者 他也是結構主義者 所以呢 世界銀行是結構主義的主要倡導者 當時的政策 也是根據結構主義的政策來做的 那當然效果很差 貧困問題不能解決 跟華達國家的收入差距不能夠收小 那麼第二任的 世界銀行第二任的首席經濟學家 是一個女的 叫Anne Krieger Anne Krieger是 新自由主義的主要倡導者 並且呢 原來的結構主義的那些經濟學家 一個一個被他趕走了 換去那些經濟學家 都是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 所以呢 到八十年代以後 他是八二年當初所期經濟學家 八十年代以後 世界銀行呢 就變成新自由主義的大伯 那世界銀行呢 他因為是 他不只是提倡理論 他還是根據理論的指導 來做政策 那他必須呢 看看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怎麼樣 所以呢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呢 九三年的時候 世界銀行出了一本書 叫做呢 東亞的奇跡 他呢 去研究東亞經濟體 為什麼 是二戰以後 那麼少數的幾個 能夠趕上發達國家的經濟體 那發現呢 這個東亞的奇跡裡面呢 他就發現呢 跟當時的結構主義 很大的不同 因為呢 他們是出國倒向 不是進口替代 同時呢 他們呢 也不完全是新自由主義 因為 他們呢 這個 也不是完全的這個 這個 新自由主義 因為呢 他們固然是在市場經濟當中 但是政府都發揮 非常 有為的 來 彌補市場的作用的政府 這個是 這個東亞奇跡的發現 然後在 2003年的時候 世界銀行都出了一本書 是對蘇聯東歐十年轉型的結果的一個本書 因為呢 按照原來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公式 當時所講的這個市場化 市有化 宏觀穩定化 是對作為一個藥框 當一個發展中國家 它經濟發展不好 然後要市場 世界銀行 或是國際貨幣基金署給它提供幫助的時候 它是把這個藥框 作為條件 如果你要得到世界銀行的幫助 你必須按照這個藥框來做 但是呢 經過十年以後 他們發現 每個國家不同 所以呢 你如果一個藥框打噴天下是不對的 每個國家不同 所以你沒有one side feet all 那必須根據國家的不同 來提出政策 當然他也沒有提出說 什麼樣的政策才是對的 那麼第三個呢 但是在2008年我到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 之後發表 但不是我 接推動 是在我去之前 就已經有著交了一個發展跟增長委員會 那麼發展跟增長委員會 是由兩個諾貝爾經濟學長獲得者領選 一個呢是Robert Soho 一個呢是Michael Spencer 兩個都是諾貝爾經濟學長獲得者 也都是研究發展增長的 然後他們組織了 這個加上20位 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官員 但同時是經濟學家的 也就是經濟學素養非常好 但是又有成長的經驗 然後他們研究了24月大戰以後 有13個經濟體 這13個經濟體呢 他們都實現了平均每年7%或更高的增長速度 持續25年或更長的時間 我們知道花大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是 每年平均3%到3.5%之間 如果一個發展農經濟體 它能夠實現每年7%或更高的話 那就代表 那代表這個花大農國家 它的增長速度是 這些花大國家兩倍或更高 像我們中國呢 是9年多13倍 如果它能夠持續25年後更長的話 那它就能夠大量收小便花大 花大國家的收集 甚至改造花大國家 它發現這13個經濟體 它們有五個共同的特徵 一個呢 它們都是開放經濟 第二個呢 它們都有無關穩定 第三個呢 它們都有高屠敘利 高屠資歷 第四個呢 它們都是市場經濟 然後走向市場 那第五個呢 它們都是一個有積極有為的帳戶 這是五個共同特徵 那麼它發表以後呢 這當然很有影響 發展有影響的話 從這裡面來看 也是對原來新自由主義的一種反思 因為是由新自由主義裡面來講 當然它成了市場 可是新自由主義的抗法的話 政府應該是有限政府啊 政府不應該 政府提供教育健康 包括社會穩定之外 國防安全之外 政府不應該在經濟上面 辦給其他掌聲 但是這些成功的經濟體 它們呢 都遠遠超過這些 所謂有限政府的功能 那麼這個報告提出來以後 當然也很有影響 麥克斯珍斯就經常被邀請去花城中國家 然後作為總統總理的座上賓 然後跟他請教怎樣幫助我們國家來發展經濟 但是呢 當時麥克斯珍斯經常講了一個話 就是說 這五個特徵是ingredients 是藥材 但不是prescription 是藥材 不是藥光 然後藥是什麼他還不知道 那我們知道呢 如果只有藥材沒有藥光 那是不能治病的對不對 也有一個藥材呢 它呢 到底是毒藥還是無藥 是決定你這藥光怎麼配合 然後呢 當時麥克斯珍斯講說 這個五個是特徵 是成功的ingredients 是必須有這些成分 但是怎麼樣成功他不知道 那這樣還是沒有辦法 實現我們認識世界講到世界的目的對不對 所以在同工之下呢 我們確實應該進行一些反施